小爱们 上个来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道求一部分的面积 那空白的部分面积告诉我们是10平方厘米 观察一下空白的部分就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面积知道 三角形的底也知道 想一想我们就可以求出三角形的高 好那三角形的高其实啊就是这个平行四边形 它的高对不对 三角形的高等于面积乘2除以底 所以我们先用10来乘2 再来除以5就可以求出三角形的高 也就是平行四边形 它的高就是4 那他要我们求一部分的面积 那我们可以先求出整个平行四边形 它的面积去掉空白的面积 就可以求出一部分的面积 那平行四边形的底就是3来加5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就等于底 再来乘高 高就是4 求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啊 再去掉空白部分的面积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阴影部分的面积啦 所以我们再来减个尺 就可以求出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 那其实啊 阴影部分的面积除了用这种方法来求 我们也可以直接求 因为我们阴影部分的面积就是一个T形 那T形的上底之道 下底很明显就是3来加5 上底之道 下底之道 高之道 那么T形的面积是不是就可以求出来了 那我们直接带进去就可以求出阴影部分的面积 同学们 你听懂了吗